超人氣女團BlackPink成員Jenny 在離開錢東家之後 跟母親創立了個人公司OA娛樂 但6號OA娛樂發出了一份聲明 並且揚言搜證提購 原來是日前 有位自稱是金亨正的製作人 即將出版小說 並且在裡面聲稱 這本書意義深刻 因為他自稱自己是Jenny的今生父親 還表明這本書是記錄 他童年和練習生時期等等真實的經歷 消息一出立刻掀起了廣大粉絲的討論 不過文章很快的就被下架移除 對此OA娛樂就聲明表示 對於冒充Jenny的父親的出版書籍 將走法律途徑來提告 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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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